今天就来分享进阶设计书籍推荐啦 强化你的设计资源顾哦 立即点击下方说明文免费下载吧 爱设计让你学更多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 接下来推荐的12本设计书籍 可以让不管是入门进阶设计师 还是喜欢设计的你都会大有帮助哦 也不用担心要一直捧着一本书 这些都可以在APP上阅读哦 方便随时阅览 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说明栏想要购买可以直接购买哦 好的现在马上开始 第一本是美感努力运动 美感从不断累积而来 这本书推荐给想要升级锻炼美感培训的你 十分实用大大提升自己的设计内控啊 第二本是所有人都用得上的畅销配色学 配色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配得好凸显品味 配不好就万劫不复了 所以想玩好配色呢 你不能错过这本书哦 第三本是基本设计力 简单确效果超均的77个原则 在我们突破规则前要先了解规则 在设计里头熟练设计原则和效果 可以在设计时得心应手 第四本是像设计大师一样思考 好评改版哦 了解原理了 要知道如何做出最佳解决方案 学习高手们如何思考 让我们少走冤网路 即做出最棒的设想与规划 第五本是玩新设计 改变千万人的美好体验 设计不应该一板一眼 而是必须与生活息息相关 幽默和趣味也是设计的元素 了解设计带给人们的体验和互动 也是很重要的 第六本是自行设计学 自行不只是英文或华语而已 还有许多特性和应用秘诀 比如个性阅读难易程度 在设计安排上面减少问题发生 如何把重点传达给顾客 第七本是色彩互动学 这是50周年的畅销纪念版 这本书是由色彩学之父乔舍夫亚伯斯 Joseph Evers 运用革命性手法强调实验的重要 至于强调品味的传统观念 他要观者主动参与其中 而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讯息 颠覆我们对色彩的概念 重新定义彩色的表现意义 第八本是版型研究室 学会平面设计中难懂的数学题 还有美学逻辑 设计中不知觉被影响的关键要素之一 就是版型设计 是我们俗称的layout 好设计 背后都有强大的基础原则 不只是排版和网格 更应该学会如何放置 抓节奏 掌握观众的视觉 里面富有很多重要的技巧 跟实战练习 强烈推荐给你 第九本是构图的秘密 一招万用 轻松掌握 明暗对比 四线引导 一个设计内功的高低 除了版型设计 构图也是一大关键 善用构图的设计玩家 能够把各个元素掌握平衡 这本书是以绘画的角度 破解构图逼施 喜欢设计的你 应该要把一本入手哦 第十本是包浩斯ABC 一本透过影响力百年的设计界传奇 包浩斯主义 Bolho Style 是一种艺术风格 及现代主义风格 它的特点是理性 简洁内敛 并且抢求强调功能性 受到许多设计人的追讨 这本书揭露包浩斯主义风格的所有细节 思维 秘诀 喜欢简约风格和理性设计的你 不能错过哦 第十一本是印花设计学 印花设计 Battern Design 不再是以往乏味无趣的设计 而是重新对设计师们的一个挑战 对品味的重新定义 想要一探印花设计学的奥秘 提升你的设计功力 第十二本是当代艺术 如何看艺术家观点带你看懂作品 当我们缺乏灵感和点子时 不妨从艺术家观点出发 洗一下自己的眼睛重新定义作品的内涵和观点 实时让世界哪里激荡 了解和取发我们的灵感 感谢你看完影片 影片如果对你有帮助有用的话 记得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然后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通知哦 另外说明人还有更多实用内容推荐 大家记得点下去看哦 好的 我是BecauseTV平面设计频道的阿红 这里会分享实用的设计Tips和资讯给你哦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